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的大学可谓是百花齐放 从悉尼大学到墨尔本大学 每一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选学校就像选对象 得看演员 也得看内在 二 获取录取通知书 选好学校后 你需要申请并获得录取通知书Offer letter 这就像是你向悉尼的对象表白 对方答应了 你们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了 3 缴纳学费并获取约 coe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你需要缴纳学费学校会给你发放 确认注册信confirmation of a woman 简称coe这就像是你们订婚了 有了这个信物 你们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在线申请签证 拿到coe后 你可以在线申请学生签证subcar500 这一步就像是你们准备结婚需要办理各种手续 确保一切合法合规 5 提险和购买保险 申请签证时你需要进行提险 并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不shc这就像是婚前提险和买保险 确保你们未来的生活健康无忧 6 等待签证结果 提交申请后 你需要耐心等待签证结果 这段时间就像是婚礼前的倒计时 既紧张又期待 注意事项 1 材料准备要充分 申请签证需要准备各种材料 拗过护照录取通知书 coe体检报告 资金证明等 材料不全 就像婚礼上忘了带戒指 尴尬不已 2 资金证明要充足 澳洲政府需要确保你有足够的资金 支持你的学习和生活 资金证明就像是你们的婚房 得让人放心 语言成绩要达标 大多数澳洲大学要求提供雅思或托福成绩 语言成绩就像是你们的沟通能力 得让人幸福 4 注意签证有效期 学生签证的有效期通常与课程长度相关 别忘了在签证到期前续前 这帐婚姻需要进营 签证也需要维护 有趣的故事 说到签证申请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障 实用答 有位同学在申请签证时 误把自己的宠物狗的照片上传到了签证申请系统里 结果签证官看到后特意发邮件问他 你是打算带这位同学一起去澳洲吗 虽然这位同学最后顺利拿到了签证 但也给我们提了得起上传材料时一定要仔细检查 别让你的宠物狗也出国了 总之申请澳洲留学签证虽然流程繁琐 但只要你准备充分细心对待 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拿到签证 开启美好的留学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学生住宿选择与适应 好的 今天我们来聊聊学生住宿这个话题 学生住宿不仅仅是找个地方睡觉 它其实是大学生活中非常重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选择合适的住宿方式和适应新环境 可能会对你的学业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的学生住宿选择 一校内宿舍 这是最传统的选择 住在校内宿舍的好处是离教室近 省去了通勤时间 你可以多睡几分钟 早上不用急着赶公交车 宿舍里还有各种活动 方便你结交新朋友 不过宿舍生活也有挑战 比如宿友的生活习惯可能和你不一样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个学生抱怨他的宿友 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练瑜伽 结果他也被迫成了早起鸟 二校外租房如果你喜欢更多的自由和隐私 校外租房可能是个好选择 你可以选择和朋友合租 或者自己租个小公寓 不过租房也有他的麻烦事 比如房东可能会突然产房租 或者你需要自己处理各种生活琐事 记得有个学生告诉我 他第一次租房时连怎么换灯泡都不会 结果黑暗中啰嗦了好几天 三技术家庭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寄宿家庭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更快地融入当地文化 练习语言内 不过寄宿家庭也有它的挑战 比如你需要试寄宿家庭的生活习惯和规矩 有个学生曾经告诉我 他的寄宿家庭每周末都会举行家庭聚餐 结果他每次都吃得撑得走不动路 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是以新的住宿环境 一保持开放的心态 无论你选择哪种住宿方式 保持开放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学会包容和理解是关键 记得有个学生告诉我 他的室友是个狂热的摇滚乐迷 刚开始他觉得很吵 但后来他也开始喜欢上了摇滚乐 甚至还一起去看了演唱会 二介绿良好的沟通 和室友房东或者寄宿家庭 保持良好的沟通非常重要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不满 及时沟通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和冲突 记得有个学生告诉我 他的室友总是把脏衣服扔在公共区域 结果他忍了很久 最后爆发了一场室友大战 其实早一点沟通 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三学会独立生活 无论你住在哪里 大学生活都是你学会独立的好机会 学会做饭 打扫卫生 管理时间 这些都是你未来生活中必备的技能 记得有个学生告诉我 他第一次做饭时 把厨房弄得像战场一样 结果最后还是点了外卖 不过经过几次尝试 经过几次尝试 他现在已经成了宿舍里的大厨 总之 学生住宿是大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选择合适的住宿方式 学会适应新环境 不仅能让你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还能为你未来的独立生活 打下坚实的基础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住宿方式 享受美好的大学时光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提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健康与安全 留学生的保障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严肃又有趣的话题 健康与安全 留学生的保障 这可是每一位远离家乡 独自闯荡的留学生 都必须重视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何在异国他乡保护自己 并且听听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健康方面 留学生们最常遇到的问题之一 就是水土不服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同学刚到新环境 饮食习惯和气候都不一样 肚子就开始闹脾气了 记得有一位同学 刚到美国就被当地的汉堡和薯条迷住了 结果一周后就因为消化过粮住进了医院 这告诉我们 饮食还是要有节制 适应清环境需要时间 再来保险是每个留学生必备的 没有保险 你可能会面临天价的医疗费用 曾经有一位同学在滑雪时摔断了腿 结果医疗费用高达数万美元 幸好他有保险 否则真是要卖掉滑雪板来付医药费了 千万不要省这笔钱 保险是你在异国他乡的保护伞 说到安全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位同学在欧洲留学 某天晚上他决定去参加一个当地的黄欢节 结果他迷路了 手机也没电了 最后他只能用别角的当地语言问路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当地人 不仅帮他找到了回家的路 还请他喝了一杯热巧克力 这告诉我们 出门在外 手机一定要充满电 还有学点当地语言是很有用的 另外留学生们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不同国家的交通规则可能大不相同 有一位同学在英国留学 刚开始总是忘记英国是靠左行驶的 结果差点被车撞 后来他在自己的鞋子上贴了一个箭头 提醒自己要看对方向 这虽然有点搞笑 但确实有效 最后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远离家乡心理健康 孤独感和压力是难免的 记得有一位同学因为学业压力大经常失眠 结果成绩越来越差 后来他参加了学校的经理辅导 学会了如何管理压力 成绩也逐渐回升他 成绩也逐渐回升 所以遇到困难时 不要害怕寻求帮助 学校的资源是为你准备的 总结一下 留学生在外要注意饮食健康 购买保险 学习当地语言 遵守交通规则 还要重视心理健康 希望大家在异国他乡都能平安健康 学有所成 记住 健康与安全是你成功的基石 千万不要忽视哦 祝大家学业进步 生活愉快 各位同学家长和朋友们 感谢大家耐心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澳洲留学签证的申请流程与注意事项 学生住宿的选择与适应 以及留学生的健康与安全保障 等结一下 申请澳洲留学签证就像谈一场恋爱 从选学校到拿到签证 每一步都需要仔细准备和耐心等待 而学生住宿的选择和适应 不仅影响你的学习生活 还能让你学到很多独立生活的技能 至于健康与安全 更是每一位留学生都必须重视的 毕竟只有在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情况下 才能更好地面对学业和生活的挑战 记住留许多新鲜事和小插曲 就像误把宠物狗的照片 上传到签证系统 或者在滑雪中摔断腿 但这些都是你成长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能以开放的心态 积极面对每一个挑战和机遇 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留学故事或者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交流 互相帮助打造一个温暖有爱的留学生社区 我是刘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听 期待下次与大家再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快来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督政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转发чики 请不含 Yeah Share where we're at From the weather change To the world's big stage Everything's fair game Under our spotlight's flame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Six degree checks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Six degree check Grab a coffee quick Grab a coffee quick Question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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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